加速圍樓成建以及老屋拆遷 立院三讀通過老舊建築物條例 先給容積獎勵再減稅 希望能加速度更 不過看看這標準 首先要違反災害防救法 建築法才能享有最多1.5倍的容積獎勵 還有房屋稅 地價稅減半最多12年 但怎麼看怎麼怪有建商直接說破 限制太多 獎勵沒到位 上入後恐怕沒有建商要執行 目前老屋共380萬棟 但算起來符合老屋重建條例的不到一成 專家就說了最好先讓住戶百分之百 同意都更 政府再介入 否則法案再怎麼多 還是沒辦法打到痛處 記者王志文 周一迪的台北報導 記者王志文 周一迫の本土 平等 保護著 保護著 按二十五米 四、五十米